其实我小的时候 曾经到这个松花江边看的 我们老家那会儿 就是其实啊 原始生态下的这个渔民是很有智慧的 你比方说它那网 那织网的时候那网眼大小是很讲究的 冬天这网多大 夏天这网多大 你把他根据鱼的生长期 假如这一网捞上来 冬天捞上这鱼 它的网眼呢 能够保证呢 你现在这一两斤这鱼都能漏过去 我补那两三斤往上来 一两斤鱼 有样它再长着 等到春夏时候再捞的时候 它们就养肥了吗 就大了吗 那到夏天时候呢 一看到秋天生长慢了 可能我就是一斤以上的 我就都捞 那些你慢慢长去 这是很有智慧的 可是现在很多常见边的渔民 用的网是什么网呢 那网眼的小的 说白了就小泥小都不见得 进了网都出不去 那你说什么大鱼小鱼都给你捞上来 那把小鱼都捞上来呢 一点一点的 这渔业资源不就枯竭了吗 其实这个事我们好好归纳归纳 你就会发现 这些水电开发 人类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 没有考虑到长远利益 就其实有时候你想想 现在长江生态系统 如果崩溃了 那咱们的子孙后代 受到影响得多大 其实在一定程度 我们现在好多活动 都是拿子孙后代 赖以生存的环境换来的 那这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方式吗 就我们自己生活好了不说 也得让子孙后代 能有一个正常的环境 中国古代有句话 说的非常有道理 叫但留方寸地 留于子孙耕 所以你留那么几寸地 得给子孙后代 让他们有种田吃饭的余地 最重要的一个事 环境保护这块 能不能被重视 提升到一个日程上来 就是每一次 你这种工业活动 或者其他的工程 都要把环评报告搁到前面 要认认真真的 应对整个环评过程 相关部门 也要对这方面大家监督 其实这需要我们一个 良好的社会环境 到现在为止 环境保护法里有一个问题 它始终在社会环境保护法里 社会上争论 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到底哪个制约哪个 就比方说我这地方挺穷 我现在要搞经济发展 优先考虑经济发展 在什么情况下 优先考虑环境保护 你像长江沿线这一块 目前这种情况 我认为应该无条件的 优先考虑环境保护 可这方面我们无论从立法 还是地方行政管理上 都存在着种种不完善的一些机制 的顶事